日本这次赔大了 因为至少一台35的战机 都要价1亿美元以上 很多钱的 另外除了飞机不见之外 还有没有可能背负了 如果到时候里面的残骸被偷走 这个高科技的秘密 被偷走的骂名 好 这架F-35A战机 它其实是在昨天晚上 日本当地时间晚上7点多的时候 7点20几分还是4几分的时候 突然从雷达荧光幕上消失了 然后从荧光幕上消失 大家当然赶快开始动员来找 好 这边第一个要跟大家说明的是 F-35不是号称逆踪吗 既然号称逆踪 那你应该是雷达上看不见 那为什么雷达能够抓到 它的踪距直到最后一刻 媒体写错吗 其实媒体也没有写错 因为现在是成平时期 那你F-35战机起飞进行训练的话 你一定要让相关的 包括防空的雷达系统 还有包括民航的雷达系统 都要知道你在哪里 没有启动逆踪的意思 它其实飞机上面有一个叫做 RCS放大器 也就是雷达反射截面机的一个放大器 它把这个打开了 那这个时候周边的密宗了 就能够看到F-35战机飞在哪里 因为要不然的话 你看这四架战机升空以后 飞到哪里去没有人知道 万一跟民航机撞到一起 跟军机接近的话 那还得了 所以这个是要先跟大家说明的 第二就是我们看到这架飞机 它执行一个夜间拦截任务 所以就是两架对两架 通常我们讲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 一个战斗空战的一个训练 那比较吊诡的是 它其实在进行训练之中 它有跟基地回报说 它要求终止训练 也就是它希望terminate它的训练的任务 那就代表说它飞机有状况 而且它一说 它要终止它的训练任务之后 没多久飞机就不见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显然当然以在夜间来说 飞机会出问题 有可能是因为人的生理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飞机的基建的问题 生理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夜间是黑的 那它的这个失事地点 已经在日本海岸外 大概135公里的地方 也就在公海上了 其实虽然说还在日本的经济海域里面 但基本上已经在公海上了 那个时候你离地面 或说离有人居住的这个地方 已经很远 所以这个时候飞行员 它可能面临一个相当黑暗的这个环境 那它可能在经过几次动作以后 它有一些生理上的反应 或所谓的生理反应 所以它其实可能已经有些错觉 然后看不清楚 叫做空间迷向 那在这个情况下 它如果说对它的当时所处的态势 没有办法及时的感应的话 对不对 因为人在那样一个高级动作下 他人透过那个动作的改变 会让你对真正的 就是包括你的这个姿态 认知可能会有这个错误 也就是说因为那个认知错误之后 接下来就有可能会产生空间迷向 这个时候它可能要求终止训练任务 但也有可能我们刚刚讲到 它如果不是生理上的问题的话 那就可能是机械上的问题 所以那现在日本也马上已经停飞了 所有的F-35战机 希望能够找出原因 然后那我刚刚讲 就说如果它不是因为生理的问题的话 可能是因为机械问题 那这个时候问题当然就比较麻烦 你就必须要找回F-35战机 那大家也有说 你F-35战机那么精密 而且飞机上都是这种电子装备 对不对 这些电脑 航空电子系统等等 泡到海水里面不是什么都完蛋了吗 其实以架战斗机来说 它会有一个我们叫做残存记忆体 就是它这个记忆体是什么 它最后其实会把你 就是飞机上那个仪表 其实它是一个大型的 多功能显示板的这个资讯 它会把它录到一个硬碟里面 就是黑盒子的意思 对 其实就是黑盒子 它会把它录进去 然后如果你能够顺利的 找到战机的残骸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 失事残存记忆体 去重建它这个飞行的这个状态 然后去找出这个原因来 那当然以这一次这个事件来讲 这下F-35战机就这样摔到海里面去 100亿日币其实我觉得对日本政府来说 虽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但是飞行员的损失 我个人认为可能才是更难以弥补的 因为以这个F-35战机的飞行员来说 它虽然是一个就是三等空左 也就是其实以我们来说 是一个少校这样一个边界的一个飞行军官 这样一个军官 其实目前在世界各国 你参与F-35这个换装的这个作业之中 它都属于这种中间分子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这个飞行员的这个损失 我个人认为会对日本的航空智慧队来讲 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那当然日本现在他们除了要 追加买F-35A之外 另外他们还要买F-35B 那我们先看看 就是说今天这架F-35A失事以后 其实还有些什么样的后续效应 当然昨天第一时间那个坠毁的时候 网路上有些人说 这个人是不是已经受到这个 周边的国家高价引诱 然后把那个飞机偷偷飞走了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就是战机起飞以后 他把RCS那个放大器如果一关掉的话 全世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搞不好就已经飞到别的地方去 那个去拿大笔钞票 但结果今天上午他们很快 他们就说他们其实在海面上 发现了部分失事战机的 尾翼的这个零件 所以就代表说飞机应该是最海 那当然现在最海了以后 说真的问题反而还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这个大家有记忆的话 在1976年 也就是民国6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怎么一回事 美军当时最新锐的一款舰上战斗机 叫F-14熊猫战机 然后在苏格兰的东北部 参加北约演习 那时候参加北约演习的时候 F-14战机 其实在那个时候才刚出来没多久 刚到美国海军舰队服役 而且F-14战机 它这个飞机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它当时配一个雷达叫AWG-9 这个雷达 这个雷达如果四架飞机连线的话 那个效果就等于一架预警机 所以那个雷达当时非常的先进 再加上F-14 它有一个独门的兵器 叫什么呢 AIM-54 也就是我们称为叫凤凰空对空飞弹 那个凤凰空对空飞弹射程多远 可以达到150公里 那个是当时美国海军 专门用来拦截什么呢 企图攻击美国航空母舰的苏联重空炸机 因为重空炸机飞远远的 然后用这个飞弹丢一堆飞弹下去 所以对美国来讲 一定要在那之前就把它们找到 然后把它们击落 那那架F-14怎么一回事 它本身在甘乃迪号航空母舰上面 要开始起飞进行任务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 我们经常在社会新闻上 听到的一个状况 叫暴冲 什么叫暴冲 就是飞行员没有动它的油门杆的位置 但是发动机突然加速 这个时候它踩刹车 怎么踩 飞机都停不住 飞机就一直飞飞 那个滑行滑行滑行 滑行到那个 你可以看到 航空母舰的边缘之后 还差点撞到两架飞机 然后崩 然后飞机又掉到海里面去 那两个飞行员就 这个弹射逃生了 而且它飞机掉到海里面去的时候 它飞机上还挂满了凤凰飞弹 因为它是参加北约的一个年度 重要海上演习 我跟你讲 当时美国跟苏联 他们这种互动的这个模式 你知道吗 苏联一定会派一艘船 跟在美国海军的后面 所以苏联海军 也看到美国海军F-14 掉到海里去了 还带着凤凰飞弹 掉到海里面去了 所以在当时因为演习关系 美军的航空母舰 不能马上停下来 还是跟着继续做战术运动 然后科目做完 但是美军赶快已经开始 计划一个非常大的 海底捞针的一个活动 的一个任务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也知道 当时苏联对于美国的F-14战机 上面的AWG-9雷达 跟它的凤凰飞弹 非常非常有兴趣 而且苏联 我跟你讲 他们在美军的这种演习 北约演习 后面一定也会派着 这个拖网渔船 跟着他们 如果拖网渔船 也看到这个情况 后面到诗诗海域 然后就撒个拖网 然后在整个海床上 这样刮过去 可能就真的会捞走 所以当时美军 他们不断派出 作战舰艇 甚至还动用到 他们当时一个非常 特别的一个叫NR-1 一个水下的一个潜舰 然后经过 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终于在海床上 他们利用一个叫做 测扫声纳 在当时也是很先进的装备 就是它那个声纳 摆在底下 因为测扫声纳 它可以做 非常细致的这种搜索 也就是说 它扫出去以后 它可能不是找到 海床上的一个光点 而是 扫到海床上的一个形状 所以他们终于找到 这个可能的F-14战机之后 派出NR-1 然后这个潜舰 潜到那边去 然后透过NR-1 上面的这些机械手备 然后打捞了好几次 终于把这架F-14战机 透过各种 包括NR-1前舰 包括拖船 舶船等等 一同协助 最后你可以看到 终于捞到 这个舶船上面 把它捞回去 该捞都捞了吗 而且呢 他们那时候 在搜查的时候 也发现一件事 就是这架F-14战机 在他们海床上 找到的时候 居然真的被鱼网缠着 也就是说 真的已经有人 运用这个拖网 去射法 但是因为F-14太重 F-14是到目前 前为止 美国海军 舰上用过 最重的战动机 一架全重量起飞 大概快七万磅 非常非常重的 可能就是 两个拖网渔船 把这个网子 拖起来 想到这个搜网的时候 发现 这个飞机实在 太大太重 拖不动 最后又掉到海床上 所以他们最后 终于把这架飞机 回收 另外 而且他们在捞起来 这个过程中 凤凰飞弹 还掉了一颗到海里面去 后来还是非常努力 掉到海里面 那颗凤凰飞弹 也把它找回来 这很重要的 为什么你知道 以这次F-35A战机 实施的地方来讲 我们讲 它离三折 大概130多公里 那是国际公海 海洋法 有很重要一点事情 就是说 今天你掉到海里面的东西 谁先找到 谁先发现 谁先拿到 就算谁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对于美国来说 对于日本来讲 F-35战机上面 有那么多的 先进的黑科技 对他们来说 当然是一定要 百分之百 要把它收回来 所以接下来 你可以看到 日本海上智慧队 他们在进行 一连串的搜救任务之外 也要开始去准备 找回这架战机 因为他们可以从战机 最后失去联络的光点 然后去估算 这架飞机还能飞多远 然后在这个海域 做一个侦查 当然这已经不是 F-35战机 第一次摔掉 但已经第二次了 当然上一次摔掉的时候 是在哪里 是在美国境内 自己摔掉 一架陆战队的F-35B战机 在飞行的时候 突然莫名其妙 就摔下去了 做一个进场的 回旋转弯 下去掉下去了 也是让大家觉得很奇怪 这飞机怎么就这样掉下去 后来美国的五角大厦 经过把残骸 经过分析以后 把原因找出来 原来是飞机的 供油系统有问题 因为其实F-35战机 我们发现 这架飞机 从研发到现在 说真的 你说它问题多吗 我倒不能说 用问题多来形容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当初研发出来 得标以后 各个使用客户 包括美国海军 空军陆战队 还有所有这些盟邦 英国 挪威 每个买F-35的国家 都对它有一些功能的要求 或者是性能上的要求 就变成说后面 它被迫要加上去的这些东西 实在太多了 所以信号很多 再加上 F-35它本身 它的飞控软体 就有2300万行 规模可以说非常的大 因此 它在整个研发过程中 真的可以说是 也不能说是问题 就是说 它在研发过程中 其实遭遇了这些阻力 等等非常多 但它现在顺利成军了 还是有问题不断出来 例如说像它的公油系统 油压 那个油的温度 等等 像那一架F-35B 就是因为公油系统的问题 摔掉了 那当然 这一次的F-35A 也希望他们 赶快把残骸能够找到 分析出真正的失事的原因 这样的话 让各个F-35的使用客户 甚至于 非常希望能够获得 F-35战阶的我国 能够明了 这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次的F-35A